其实刚刚的自动摩车只是一个开胃菜 在这个被称为八地魔幻都市重庆 真正要挑战的还是它的自驾系统 我们来看看这辆深蓝S203i 它的表现怎么样 好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高速上就可以打开的这个VID 往下 往下它的挡把就开启了 然后它的方板左侧上下是控制它的车速的 左右的就是控制它的跟车距离的 咱们把跟车距离调到二档吧 现在在高速上不能太近 这条路是重庆的一条快速路 这东西是北京的五环那样 对 是一种内环 对 内环的抽入量也是很大 这条道路车辆是非常大的 这就很挑战它的自驾系统 对 可以看看它表现怎么样 行 前边有一车加车 它现在开始做一个减速反映 因为我们刚刚设了一个安全距离 它就会以那个安全距离来进行一个刹车 正在向左换道 很快 后面没有车它就立刻骗到了 就像一个老飞机 真的 那基本上我都不用去浮车方向盘了 是的 我们这个系统的话 在NID进化情况下大概可以三百秒的时间 你是不用去触碰方向盘的 三百秒 三百秒时间你可以去喝水啊 或者去中午瓶去换首歌啊 对 都可以啊 但还是要提醒驾驶员要保持专注 这毕竟也只是一个辅助 现在它是在跟着地图设定好的目的点 在走 是吧 对 是的 我们刚刚设定了一个目的地 它就会一直跟着好行走 这个相当于是依托高精地图了 对 我们现在这个高速是和高的地图合作的 用着它的高精地图 这台车它是不带激光雷达的是吧 对 是的 它是通过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来识别 前方的路况和车辆 就是说它是从靠毫米波超人模还有摄像头来盖 对 现在目前这款车是没有被被激光雷达的 避让大型车辆 避让大型车辆 对 它当检测到大型车辆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避让 然后系统会提示你说前方有车大型车辆 这样可以驾驶人一个提醒 也可以给它一定的信心 变道室 正在向左换道 它这个变道还是很果断的很灵敏 对 它一点的不莫及 对 不拖它 直接就打到转动之后 它立马就变道了 是的 我们想做的就是用户希望的这种不莫及 然后并且安全的情况下快速的变道 对 是 因为毕竟那种一直打上 然后又不变道了 然后后车就感觉 感觉又厚 对 后面车心想 里变还是不变 现在这条速度是限速100 现在它是一个跟车 然后变道 识别到有多少车吧 它还没变 对 它可能觉得前车太慢了 但是考虑到这条车的车流量比较大 还是做出了一个真正的选择 即将向于变道 很快 很果断 对 它在仪表上那条车道上变绿了 它就立马就变了 是的 给驾驶员也是一种提醒 而且还有它这个变道完之后 它就转动自己都灭了 因为现在很多车 它这个变道之后 它转动还一直亮 它有人为来 关闭那转行道 对 我们一定要设置为人性化 跟KG运用公共的需求 10秒前面这个货车看得比较慢了 对 来变个道 它属于比较激进的那一种 然后变道之后 它向左稍微的躲散一点 因为它旁边有大车 对 看到大车都贴得太近了 对 这真的就像一个 真的像一个人在驾驶 10线 我打一个灯 来看看它能不能变道 还变不了 因为它这上面是红色的 它意表上的显示 对 10线 对 我们是可以识别到G桶的 并且实现的话 如果打转向灯 是不会变造的 它的识别距离很广泛 看到现在的车头 也都是很稳定的 条路线速是100 它一直都在压着线速走 我们现在设置的是按照线速走 就是 它没有那种忽快忽慢的感觉 都一直跟着你设定好的速度来跑 这条路的线速最高是100 它就会按着100来走 如果现在如果是80的话 它就会按着80来走 太值得了 我感觉我开着车的时候 我只要首富放盘 我睡个觉就行了 虽然它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还是要关注于前方的事业 我们还是太信赖 对 对 现在法规还没有到L3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做到 但是还是要把把持专注 等于这台车它现在是一个L2加的级别 对 L2加的级别 好 现在是一个大距离温倒 我们走在最外侧的车道 它完全就是自己在绑 非常的聚重啊 顺利通过 太简单了 没什么挑战的 现在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车 加入了自驾行列 它们有的靠激光雷达 有的呢 靠视觉感知 而这辆自身兰呢 它虽然说加入自驾行列 有些稍稍的迟了 但是它的自驾能力 是完全不输那些一线品牌的 所以说自身兰 它完全就是一个潜力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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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